來 帶來的第五道麵叫做 扇頭魚麵 扇頭魚麵 對 是用魚漿做的麵 是 它是用狗母魚 狗母魚的魚的肉質比較細膩 然後很多的魚酥 都是用狗母魚做的 狗母魚 狗母魚比較 比較少吃到 他們都是做加工品居多 或是做丸子居多 魚丸 對 它的肉那麼細緻 很細 起司開始 好的 來 我們現在準備了 因為 待會兒會比較忙 所以說這邊我用一個 就是麵的底 我們現在用 妳現在做湯頭是不是 對 這個是我們的乾香菇 所以都不用先炒 直接炒 你本來的雞底 那雞底是什麼 魚湯還是雞湯 雞湯 所以你剛才就 末耳跟香菇粉 高麗菜絲 胡蘿蔔絲 胡蘿蔔絲 因為這個 你要做什麼都無所謂 這樣 一般我們可能買狗母魚回來 你不會去取 那你就是 買狗母魚的魚漿 或者是自己來打 那這裡的比例是 我們大概是 六百的 我們的狗母魚漿 然後四的 我們的什麼呢 太白粉 太白粉 對 一定用太白粉嗎 是 我們是 遵循古法 這是什麼 蒜頭 然後一點點的 白胡椒粉 師傅過了一分鐘了 他竟然做麵 對 竟然做麵 魚麵很貴耶 師傅請問 在蒜頭 真的可以吃到魚麵嗎 真的可以嗎 是真的嗎 因為有很多什麼 溫州大餛飩 但溫州不一定 可以吃到大餛飩 對 東山不一定吃到鴨頭 湖州不一定有賣醒蛋 真的 我後來發現 真的 我後來發現地名 有時候都是 後來人家自己吃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叫 我那時候到蘇州 一出外景的時候 你們蘇州的鴨蛋很有名吧 對啊 他們問我為什麼 蘇州從來沒有賣鴨蛋 沒有賣鴨蛋 泰國有水牛的 好 來 用一點點的麵粉 中間的麵粉就可以了 好 好 來 不斷地揉 揉到三光 三光是什麼 對 就是手鍋 不沾手 不黏鍋 然後表面金光 還這一點點的蒜頭 有喔 現在不黏手了 為什麼要這樣拍 讓空氣呢 打出來 然後變得更扎實一點點 好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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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今天沒有要把它趕出來 這個 好有趣喔 類似啦 我們做麵刻搭這樣就可以了 麵刻搭 真的變麵刻搭了 對 好棒喔 好好玩 我做的是比較軟一點點 不希望說做得太硬 師傅 你剛剛在魚麵裡面 有調味嗎 魚麵剛剛有放一點點的鹽巴 然後香油 然後這樣子而已 好 來 我們勾一點點的芡 最後一分鐘 好 來 先從 有蒸 待會兒吃起來它的Q度呢 就像烏龍一樣 QQ的 烏龍麵 哇 好特別 好 來勾一點點切 喔 有點羹湯的 對 薄薄的就可以了 大滷麵疙瘩是不是 Yes Yes Let's ride Perfect 好可愛喔 它看起來有點像是魚片 對 類似 我們就是如果時間短的話 你就照這種方式來做 也是挺快的 我們現在用一點點海菜 海菜 上面 我好愛海菜 都放了 很好控制 很好相處 很好相處 那妳如果要加醋 妳當然自己加 好 來 這裡我們用一點點的 少許的白胡椒粉 超級 超級 香油 來不及了 好 不要給它壓力 好了 好了 試一下味道 夠鹹嗎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好像誠實的一個人 很餓 他說完全沒有 完全 這個適合放醬油嗎 這個比較不適合放醬油 放醬油它會影響到 它魚的鮮度 對 湯色會不好看 湯色不好看 好 蛋還沒放 妳就做 妳不用講出來的東西 我又不知道 對啊 真的好誠實 好了 剛剛好 已經完成了 扇頭魚麵 超過一分鐘 這個部分呢 就是經驗比較少一點 像詹姆師就說 這樣OK的話 這樣蛋是可以不用放的 真的 其實詹姆師也是忘了放 詹姆師也是來不及 對啊 辛苦妳了 扇頭魚麵 這就是我要吃的了 真的 它其實就是個魚餅 就是魚做的一個魚餅 所以說它也很快就熟 對啊 然後很鹹 這湯好好喝喔 很鮮甜 妳怎麼又這樣 這隻是 是什麼 怎麼一回事 胡椒 還好嗎 妳是不是最近呼吸道 跟遲到怪怪的 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 我也吃很多東西 為什麼妳今天會有空 上幾個 最近妳怎麼算 沒錯 我好喜歡這個海菜在裡面 很鮮 最後 真的 再多放兩隻 它有海的鮮味 又菜的鮮味 真的 能這麼多鮮味太好了